女孩忽然发现自己的手不对劲 皮肤下似乎有东西在爬 甚至整个身体里都有东西在涌动 她跑进列车上的卫生间 对着镜子一看 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涌动 很快一些触手从她的身体里涌了出来 这些触手爬到墙上 把她吊了起来 不一会儿 一个女乘务员听到了动静 她打开门一看就惊呆了 墙上有一个大肉球在蠕动 肉球周围有一些类似藤蔓的东西 这些藤蔓像血管一样还在跳动 好奇的乘务员上前查看 肉球里面生出一个大美女来 美女穿着乘务员的衣服 混进了人群 另一边 几个人讨论抓捕实验室逃跑的实验品 为首的光头 给大家介绍实验品的来历 不久前 天文台收到一条外星信息 里面包含一段未知的DNA序列 他们的实验室 把这段DNA和人类的DNA结合在一起 然后注入到了人类的卵细胞中 这卵细胞 马上就飞快地分裂起来 短短两天就长成了胚胎 一周时间就长出了所有的器官 在座的几位都是各方面的专家 但看到这样的事情 依然大受震撼 最后培育出来的是个女孩 她们给取了个名字 叫珍妮玛黛静 黛静满月 就学会了画画 长着大小眼的老黑 有通灵能力 看录像她都能感觉到 黛静体内藏着某种东西 果然 光头很快证实了她的说法 黛静熟睡的时候 皮肤下总有东西鼓起来 她们都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实验室拍片 也看不出异常 只用了三个月 黛静就长成了少女 实验室感觉太快了不可控 害怕的她们 准备停止实验用毒气杀掉黛静 没想到 黛静直接打碎了防弹玻璃 从实验室里逃了出去 外泄的毒气 反而杀死了工作人员 就这样 黛静顺了别人 一个行李包 跟着人群混上了长途火车 在火车上 她偷了一大笔的现金 然后买了很多食物 急速发育 需要很大的能量 就在她疯狂进食的时候 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变成大美女的黛静混进了城市 抓捕小队得到警方信息 很快也赶了过来 看着墙上的肉球 她们猜测 这是个类似重检的东西 黛静破检而出 说明她成了成熟体 黛静在城市瞎逛 橱窗里好看的衣服迷住了她 她马上进店买下了衣服 火车偷的现金还没有用完 换上礼服后 黛静更漂亮了 她找了家旅馆住了下来 付款还是用的现金 进到房间里 她打开了电视 其他频道她都不爱看 但只要看到有帅哥的节目 她就会停下来 那些男婚女爱的画面 她特别喜欢 看了一会儿 她就受不了了 黛静转身刚要走 老板又叫住了她 黛静看的那些节目 都是点拨付费的 老板要她结账 现金已经花完了 黛静拿出了乘务员的信用卡 老头刷卡扣费 抓捕小队马上收到了消息 警方把刷卡地址告诉了光头 几个人马上开车赶了过去 黛静刚走进夜总会 就有一个男人搭讪她 毕竟人家条件在这放着 但还没说上两句 另一个女人插了进来 非常绿茶地邀请男人跳舞 男人答应后 她说要先去补个妆 女人转身朝卫生间走去 黛静在后面跟了上去 到了卫生间 女人还得意地嘲讽黛静 说黛静好看也没用 照样没她会抢男人 黛静学着女人的样子 搭讪另一个男人 主动提出 要去男人的家里看看 抓捕小队赶到了旅馆 他们找老板要了监控录像 但这家的监控太陈旧 根本看不清黛静现在的样子 不过老板告诉他们 黛静去了夜总会 听到黛静是要去找男人 几个人马上明白过来 黛静已经到了成熟阶段 本能驱使她 想要繁殖生命 以她身上精英的生长速度来看 如果黛静配种成功 那后果不堪设想 抓捕小队马上赶往夜总会 但留给他们的 只有卫生间的尸体 女人的脊椎 被整个拔了出来 而黛静已经到了男人的家里 男人飞快地洗了一个澡 黛静慢慢靠了上去 忽然她的脸色变了 人也开始往后退了起来 男人以为她玩欲擒故纵 没想到黛静提出要走 男人一下就火了 到手的鸭子 怎么能让她飞呢 她一把抓住了黛静的头发 黛静看着也变了态度 迎合地抱住了她 然后一条舌头捅穿了男人的脑袋 抓捕小队又来晚了一步 看到男人还穿着裤子 他们松了一口气 那为啥 黛静没有继续下去呢 生物学家阿珍 给出了一个推测 黛静或许有超级感官 她感应到了 男人有基因缺陷 很快探员阿强就佐证了她的理论 有严重的糖尿病 需要打一倒数才能控制 黛静在一辆车上睡了一夜 醒后 她又来到街上溜达 看着青春活力的男青年 她眼馋的几乎走不动路 看到黛静伤得很重 好车男把她送到了医院 并用自己的信用卡垫付了费用 医生检查黛静的身体 发现她的肩胛骨碎了 医生正准备安排手术 这时候怪事发生了 只见碎掉的肩胛骨 自己长了回去 只几秒钟就完全恢复了原样 黛静站起来就要走 跑车男也惊呆了 这家医院是有什么神医吗 小队得到警方的通报 来到了车祸的现场 老黑感应到 正是黛静出了车祸 他们赶紧跑到了医院 那个男医生说了自己的见闻 这一下 他们确定了黛静来过这里 前台有跑车男的信用卡信息 阿强让他们把地址打印了出来 黛静和跑车男在泳池里嬉戏 阿强拿着地址 很快赶到了这里 泳池里的两人 多听到了门外有人 阿强叫了半天 不见有人开门 他自己绕到后院 看见男人的尸体飘在泳池里 阿强在院子里搜查了一遍 其实黛静就藏在渣篮外面 可惜他没有发现 队友赶过来检查了泳池 尸体上也穿着短裤 看来黛静依然没有成功 忙完后 他们开车回住的酒店 殊不知黛静跟在后面 就这样 黛静发现了他们的落脚点 阿强上楼的时候 他大胆地跑过来 也上了电梯 阿强澎湃的荷尔蒙吸引了他 他想搭设阿强 奈何阿强对他并不感冒 黛静偷偷跟着 阿强出了电梯 看着阿强敲开了阿真的门 阿珍爱上了阿强 在一个寻找外星人的夜晚 他们进屋后 黛静贴到门上偷听 门外听着不过瘾 他悄悄打开了旁边的房间 房间里正好没人 他趴在墙上听那边的动静 越听心里越煎熬 这时候卷毛回来了 他是小队里面的物理工程师 平时性格内向的他 根本没接触过妹子 看见美女头怀送抱 他自然是马上就沦陷了 另一个房间的老黑 感应到了不对劲 他来到卷毛门外 感应到了 黛静就在里面 老黑赶紧敲开阿强的门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这边黛静肚子里 已经有了孩子 本来卷毛还不相信 用手一摸才知道完蛋了 此时小队的其他人都赶了过来 几个人一路追到地下室 发现黛静最后 钻进了下水道 没有办法 他们也跟着钻了进去 地下管道四通八达 紧张的老黑 暂时失去了感应能力 几个人只好分头寻找黛静 光头率先发现了异常 前方的水面 一直有泡泡冒出来 他小心翼翼地 拿枪靠了上去 等三个人赶过去的时候 光头已经领了盒饭 他们接着搜索黛静 这时候 老黑恢复了能力 他感应到 黛静钻进了墙上的裂缝 黛静确实就在这里面 他已经到了分娩的时候 很快他就生出了一个小怪物 这裂缝是地震造成的 三个人爬进去才发现 里面的空间超级巨大 像一个天然的山洞 地上还有一匙冒出来的石油 三个人在洞里来回寻找 老黑忽然听见旁边有动静 他用手电一照 发现一块石头后有东西 只是离得 有点远看不清 阿珍让他爬上石头去看 老黑走开后 那东西从石头后爬了出来 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小男孩 旁边有一个老鼠经过 男孩看着想要那只老鼠 老黑这时候终于爬上了石头 他看上面是一个小男孩 就轻声细语地哄男孩过去 男孩朝他也伸出了手 看见老黑摔在地上 阿珍赶紧喊阿强帮忙 着急地他一不小心滑进了油池 这时候男孩的身体发生了变化 老黑也明白过来男孩是个怪物 他拿着喷火器紧张地对着石缝 很快那个小怪物就跳了出来 小怪物掉入油池点燃了石油 阿珍从里面却爬不出去 这时候变成怪物的带劲也跳了出来 孩子的惨叫把他引了出来 阿强走得比较远 听到动静开始往这边跑 戴静潜伏在他的必经之路上 等阿强经过的时候 戴静用触手缠住了他的脖子 阿强整个人被吊了起来 幸亏他身上带着刀 阿强拔刀割断了触手 断掉的触手像蛇一样 阿强扔到地上还会如动 阿珍努力从油池里爬了出去 但老黑扒着石头一直掉在那里 戴静跳下来又扑向了阿强 阿强拔出手枪 直接来了一梭子 戴静也被打进了油池 活还很快就吞噬了他 阿珍阿强合力把老黑拉了上去 看着燃烧的油池 他们以为万事大吉了 放心地离开了这里 但一个老鼠 把触手拉走吃了下去